还躺在母亲的棺木上 感受着与母亲最近的距离 直到工人来赶她走 她才不舍地站起来 一步三回头地离开 这里是免费的公共墓地 泥土一旦入坑 一个星期后 没有墓碑 没有记号 她将再也找不到这个地方 经历了母亲的死亡后 丽兹终于意识到 在这样流浪下去 她的生活只会越来越糟 最后步入和母亲一样的后路 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 她必须改变 对于一个16岁的女孩来说 目前改变命运的最好道路 只有一条 于是在邻居的帮助下 她取得了一所私立高中的入学机会 可因为不熟悉地铁 第一天报名 她就迟到了 但她赶到时 报名已经截止 可丽兹没有放弃 她坚持要来报名表 写了一篇入学申请 在门口等了半天后 终于等到了校长出现 丽兹赶紧冲上去 恳求校长给她30秒的时间 校长同意了 走进办公室 丽兹便开始诉说着自己的过往 她从小就开始承受了 家庭的千疮百孔 她说 我只是需要一个机会 也许是被丽兹的经历所触动 校长最终同意了她的入学申请 但根据学校规定 她的监护人必须出面确认 她才能正式入学 没办法 丽兹只能去流浪汉收容所找父亲 多年没见 夫人俩没有寒暄 没有责备 像是公事公办 磕磕绊绊地完成了任务 临走时 父亲想给丽兹一些零花钱 可逃了半天 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丽兹说 不用担心我 我已经找了一份工作 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 看到女儿凭自己争取来的一切 父亲顿时觉得有些心酸 她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职 不停地向女儿道歉 可丽兹却对她没有任何埋怨 我爱你 爹 听到这 父亲再也忍不住了 她上前抱了抱丽兹 走之前对她说 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 丽兹强忍的眼泪再次落了下来 来到学校后 丽兹发现自己的课程 已经落下了两年 为了追上老师的教学进度 她必须比其他人更加用功 晚上所有人都走了 只有她还留在教室里继续学习 老师劝她别逼自己太紧了 可现在的丽兹 怎么舍得浪费学习的时间 她恨不得把生活中的 每一秒都用来学习 打工的路上看资料 就连洗碗时 也要把资料贴在洗碗池上 晚上没地方睡 就睡在地铁上 丽兹算过 一趟车70分钟 睡满四趟 正好可以在学校开门前到达学校 这样的日子虽然很累 但好歹有了规律 而这种规律也让丽兹感到安心 这天 校长决定组织全校前十名 去哈佛大学参观 而这时的丽兹 已经拿到了全校第一 名单中的她 第一次走进哈佛的校园 看着庄严的教学楼 和里面优雅的学生 丽兹第一次感受到了无比的向往 这不正是她梦想中的另一个世界吗 她想在这里上学 但高昂的学费 成了摆在她面前的最大难题 为了搞定学费 丽兹开始收集各种奖学金资料 终于她看到了一份合适的 这是来自纽约时报的特殊奖学金 每年一万两千美金 一共可以拿四年 因为金额巨大 每年申请的人数都超过了三千人 但最终只有六个人可以拿到 今年的申请要求是 写一篇论文 介绍你人生中最重要的收获 和你是如何迎接挑战 克服障碍的 为了申请倒置奖学金 丽兹的这篇论文改了又改 真正写了四个月 直到她18岁生日的当天 才赶在截止期限前 匆匆的交了上去 这篇论文对于丽兹来说 不仅是一篇简单的申请书 更是她送给自己的一份成年礼物 她感谢现在的自己 没有受到周遭环境的影响 一直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走去 随着毕业季的到来 丽兹的论文也获得了报社的认可 面试那天 为了给面试官一个好印象 丽兹专门找姐姐借了件大衣 在面试时 丽兹真诚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流浪 乞讨 抛弃 欺凌 满目疮痍的过去 被她说得心平气和 没有一句抱怨 有的只有接受和改变 很少有人能体会 丽兹背后所付出的巨大心血 虽然目前依旧缺一少时 虽然现在每晚人要露宿街头 可这些 依旧没能止住丽兹前进的决心 因为她要拯救自己 因为她相信自己 结束后 面试官把她送出门 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她通过了 这是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 最终立自以全校第一名